iPhone啊 这个iPhone新机开卖不久 现在就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状况 目前为止呢 如果在中国市场或美国市场 你现在下单 可能要一个月之后 才拿得到手机 通讯行电源一边接电话 一边忙着登记资料 iPhone纸上密密麻麻 都是iPhone 13的排队订单 苹果新机才开卖不久 现在已经供不应求 一般来说通讯行 通常只有展示iPhone 13的模型机 但是预购状况还是很热烈 像是这一排时机呢 都是提早预购的客人才拿得到 现在甚至传出要等一个月 才能交机 美系外资指出 受到供应链吃紧 和中国限电影响 目前全球i13交期在延长 iPhone 13 Pro Max和Pro 分别要等16到28天 和15到27天 比去年i12还要久 就连13和13mini 最多也要等到两周 创下苹果手机最长等待期 而iPhone的主力市场 出货占比16%的中国 和37%的美国 等待时间还会拉更久 现在有部分的机型 已经开始缺货了 像包括iPhone 13 Pro 或是13 Pro Max 市场上都一定缺货的状态 那至于等待多久的时间 可能预估有可能 大概三到四周以上 我们是有告知说 预定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点 但是我们最后如果说 有确认到货源的部分 也会再联系一下客户 我觉得会有点久耶 就是因为新品吧 会很期待 然后等一个月 就会觉得太久了 然后一直在想说 什么时候才可以换 如果是新机的话 应该还愿意等吧 对啊 就是因为听到别人玩 然后觉得说 他的什么 有个什么电影模式的照相 或干嘛 会觉得还蛮酷炫 会期待啦 然后会愿意等待 疫情导致零组件短缺 苹果新机交期再延长 已经出手的果粉们 恐怕还得再等等 三立新闻宿运宽 李某山 台北